黃建成是來自簽月娥和翁修英的土地 創作以外也將屬到學校提供 這次帶領學院作為在南島館政府文化局 開書生遊威連電 月娥和翁修英這次出現七年前也有辦理連電 這次的作品用寫歌表現 互比丁家揚歌好歡迎大家鼓勵來欣賞 一、二、三、三 因為已經關係過了七年 也是跟黃建成和他的學官 今年中生又辦理連電來用包括風景、人物、黃建成基礎 學官依照他的老師翁修英講的前官主人 作品依照過一年看法來做中間 風景當然是比較容易取的取材 還有一些人物 人物大概都是他們個人對這個人物的看法 我早期的作品比較偏向於農村的寫實 近年來慢慢的偏向於類映像這種圖畫 一朵小花一顆小草 西河川流或者是海浪 山藍霧氣、雄俊高在這些景象 在當下呢 以當下的心情呢 以顏料呢 塗布在所謂的畫布上面 記錄了他們在當下 我們在當下的一個心情跟一個美麗的風景 這裡面還有很多企業家的夫人們 這個生活控暇之餘 可以從事美學 因為我們南投官 其實在這個部分非常的豐盛 如果說可以跟對老師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有非常好的作品 我們這些老闆娘 就利用休息的時間 晚上在畫畫 她已經六七年了 看他們畫的成績相當的不錯 利用空檔的時間來學習畫 又能夠學習另外一個 讓我們心情更高超的一個心情 安建成素心連電 學官來祖宿農工商 包括南港工藥區的幾六位當年 文化局長臨民送支出 學官在沒有營宿業以外 利用晚上來畫圖 可以療療心靈最不錯 每一個人畫的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色彩都很豐富 今年比那七年前更豐富 難得說在南投這個地方 有這個畫會 你能訂一段時間後 開一個臉電 所以對南投地步是很好的 前南投縣工業會的理事長 林仁清理事長的夫人 還有工業區管理中心的前副主任 鄭明宇鄭副主任 現在是台中市的大理工業區的主任 還有我們前南投女青商會的秦會長 都是他的高主 他們平常在工作上非常的忙碌 能夠投入美術的工作 這樣的一個藝術工作 還可以去感染他的家人 藝術跟王修英之外 為學官的創作當中 食材看的出心情真開朗 鼓勵大家以為會方式 作為創作交流 將南投官的好山好水好人情記錄起來 記者姨姨 蔡英文報導